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几个挑战性的议题 首先 英特尔风险投资部门 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 引发了华盛顿的警觉 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人工智慧 和半导体初创企业中进行了大量投资 这与拜登政府的新规则 形成了直接冲突 这些规则旨在限制美国资金 流向中国科技领域以保护国家安全 接着我们来看看台湾问题 习近平政府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压力 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以确保其安全和稳定 再者 北京的压迫事业不仅限于台湾 还包括对内部异议人士的打压 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此外 南海问题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为 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 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通过军事和法律手段 来确保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扩张同样 值得关注 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加强军事合作 特别是北约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 最后 关于帛琉 中国治理倡议 尼泊尔和非洲的文章 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其对外基础设施 和发展计划来推动其在国外和国际机构中的战略利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源自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一个以研究和分析 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闻名的智库 该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揭示各国政府和组织的策略与政策 英特尔资本近年来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初创企业中进行了大量投资 最近的例子 包括对iLink和北海光子North Ocean Photonics的投资 这些投资引起了广泛关注 因为与其他因监管压力而撤出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不同 英特尔在中国依然保持积极的投资策略 拜登政府最近出台的新规则 旨在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科技领域以保护国家安全 这可能会影响英特尔未来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政府的这些新规则反映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 尤其是那些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域 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 这样的政策可能会迫使英特尔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并寻找新的方法来平衡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些关于台湾 习近平 北京的压迫视野 南海 人民解放军和北约的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意见 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所造成的广泛影响 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以保护全球利益 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的议题 习近平政府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两岸统一 专家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台湾的支持 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确保台湾的安全与稳定 这样的援助不仅可以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还能在国际舞台上表明对台湾民主和主权的支持 北京的压迫视野不仅局限于台湾 对内的异议人士同样面临严厉打压 中国政府通过逮捕 监禁 甚至让异议人士失踪等方式来压制反对声音 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并采取具体行动 制止这种压迫行为 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 就是通过外交手段施压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异议人士 并改善人权状况 南海问题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和经济扩张 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 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 专家乐见国际社会 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并通过国际法庭解决争端 以确保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国际社会的介入 不仅可以平衡区域内的力量格局 还能通过法律途径 遏制中国的扩张行为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扩张 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不断增加军费支出 提升军事技术 这对区域乃至全球安全都构成了威胁 专家们建议 国际社会应加强军事合作 特别是北约应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力度 以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 通过联合军演 情报共享和技术合作等方式 国际社会可以共同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 北约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的角色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专家们认为 北约不仅应扩大其影响力 还应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 这包括在军事 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加强合作 以形成更为稳固的国际联盟 共同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 此外 本文还探讨了一些关于帛琉 中国治理倡议 尼泊尔和非洲的文章 这些文章描述了中国共产党 如何利用其对外基础设施和发展计划 来推动其在国外和国际机构中的战略利益 从帛琉到非洲 中国通过大规模投资和项目建设 扩大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的这些项目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 还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 但同时也让接受援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中国 中国治理倡议 如一带一路倡议 显示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策略 这些发展计划虽然促进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也引起了对中国过度干预和控制的担忧 专家们强调 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这些发展计划 确保他们不损害全球的公平竞争和经济自主 尼泊尔作为位于中印之间的重要地理位置 一直是中印两国争夺影响力的焦点 中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援助 试图在尼泊尔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 然而 这种战略也引发了尼泊尔对其主权和独立性的担忧 专家们建议 尼泊尔应在保持与中国合作的同时 积极发展多元化的国际关系 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单一大国的过度影响 在非洲 中国的影响力更是广泛而深入 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和经济援助 中国在非洲获得了许多战略伙伴 然而 这种影响力也带来了新殖民主义的批评 非洲国家需要在接受中国援助的同时 确保合作的透明和公平 以避免陷入新的依赖和债务陷阱 总的来说 本文通过详细探讨 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及其引发的国际关注 以及台湾 南海等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 揭示了国际社会在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无论是通过经济手段还是军事合作 国际社会都需要采取综合措施 确保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 本文也强调了 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性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多重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英特尔资本 Intel Capital 是英特尔公司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部门 成立于1991年 该部门主要投资于技术初创企业 尤其是在半导体 人工智慧 AI 云计算 及其他高科技领域 近年来 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 AI和半导体初创企业 例如 AI Link和北海光子 North Ocean Photonics 与许多因监管压力 而撤出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不同 英特尔在中国的积极投资策略 让其成为焦点 特别是拜登政府最近出台的新规则 这些规则旨在限制美国资金 流向中国科技领域 以保护国家安全 这可能会对英特尔未来的投资计划 造成影响 华盛顿方面的担忧 主要集中在技术外流 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以及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快速崛起 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台湾问题 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敏感话题 习近平政府多次强调 实现两岸统一的目标 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压力 包括军事威胁和外交孤立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专家建议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提供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保障台湾的安全和稳定 北京的压迫视野不仅限于台湾 还包括对内部异议人士的打压 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 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 包含逮捕 监禁 甚至失踪 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并采取具体行动 制止这种压迫行为 南海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为 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 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 专家们建议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并通过国际法庭解决争端 以确保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与扩张 亦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持续增加军事预算 提升军事技术 这对区域和全球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专家建议 国际社会应加强军事合作 特别是北约应与亚太地区国家加强合作 以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 北约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的角色 也日益重要 专家们认为 北约应扩大影响力 并与亚太地区盟友强化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 这些分析和建议 提供了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深刻洞察 以及多种解决方案 以保护国际社会的利益和安全 中国政府的对外基础设施和发展计划 如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推动其在国际上的战略利益 帛琉、尼泊尔及非洲等地区 都受到中国治理倡议的影响 这些计划不仅带来了经济机会 还使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显著增强 专家们指出 国际社会需要了解 并监控这些发展计划 以评估其对全球秩序的长期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要说英特尔在中国的投资 那可是给全球科技界带来了不少收益 你们知道吗 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 2019年英特尔资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中 有超过30%得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风险资本 而且这些投资对于推动技术创新 和促进中美两国的技术交流可是功不可没 不幸 你看看AI Link和北海光子 那可是未来的科技巨头啊 拜登政府出台新规则限制中国科技投资 这倒好 给全球创新设了半子 真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故事 楚天书 你这魔术可就有点天真了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一天 木马进城了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礼物 但结果却是灾难 英特尔的投资就是这样的木马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中国的人工智慧和半导体技术正迅速赶超美国 而这些技术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转让 要是我们不加以限制 这些技术最终可能会用来对付我们自己 国家安全可不适而戏 这是拜登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谢奇奇话说的好听 什么木马进城 我倒觉得这更像是狡兔三枯的故事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技术转让问题 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被讨论过了 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得到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 而是双赢的局面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 201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收入超过5000亿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 再说了 要是我们都不投资 那欧洲、日本等国家也会扑上去 到时候我们不仅失去了市场 还丢了技术领先地位 楚天书 你这边说得理直气壮 不过我看你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这可是个警钟啊 而这背后就有英特尔等公司投资的影子 想想看 我们的技术变成了别人的武器 这不是自觉坟墓是什么 就像古罗马的克拉苏 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 结果反而被自己所创造的敌人打败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过于悲观了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合作的积极面 而不是一味的担心风险 再者说了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 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促进了全球创新的整体水平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你还记得19世纪的美国铁路大扩展吗 当时也有人担心外国资本进来会影响国家安全 但结果却是美国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而不是被恐惧所束缚 楚天书你说的冠冕堂皇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风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曾经强调 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们不能拿未来的安全去冒险 更不能中导克拉苏的复彻 英特尔的投资或许短期内带来了经济利益 但长期来看 这可是个不小的陷阱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所有的光辉都不一定是金子 投资中国科技领域的后果 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